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就是我说嘴角上扬 嘴角上扬听起来简单 非常的不容易 怎么可能有人嘴角上扬 有的人永远都笑口音了 笑脸一人 你看他甜 他还觉得梦兄为什么会甜 他觉得我没什么好甜的 他看到人这样子 这样子很自然的 嘴角向上 代表他什么 有伦脉 人际关系 长辈原家 而且带来别人好的一个好兆头 第二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纯上有猪 又有猪 这个猪也代表聪明过人 有智慧 孝顺 而且人脉豁达 而且具有异性的魅力 嘴角千万不要一直向下 对 他讲好处是自我期许高 要求很多 可是会形成一个自我自大 与人距离会越来越远 纯色偏淡的 一血气过衰 而身体有慢性疾病 也可能会受孕困难 也包括暗藏一些莫名的慢性疾病 这个都要做调养 中药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说 上后下饱 上后 嘴唇上后下饱 比较冲动 不理智 学习能力障碍 怎样 有看电视吗 你看风格有关系吗 不可以担待吗 那不是只有上后 你还有 爆牙 是